Netflix 紀錄片《以神之名信仰的背叛》 揭露韓國四名邪教教主的故事 當中以涉理教教主鄭明悉 長年以宗教之名姓侵 以及綁架來自亞洲各地的多名女信徒 放任的程度 令很多看了的人都參目結舌 製作以神之名的製作人趙誠賢 透露拍攝過程的驚險內幕 他指自己擔任製作人十五年以來 第一次在車內準備互生用的鐵盤和電擊盤 而來自香港的受害人 即是返力新女友葉瑄 在飛到韓國接受訪問前 亦因為女租信徒阻擋搭飛機 而更改了三次機票 而紀錄片亦記錄了 他在韓國下塔酒店時被跟蹤監視的情況 對於外界質疑 紀錄片詳細描述了女信徒被性侵的過程 趙誠賢則說片中提及的內容 還未到真實受害者所遭遇的十分之一 不少被害者都恨不得 將鄭明式的惡行全部供諸於世